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是主持人施琼 201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上演了杂技节目《空山竹雨》 给观众们带来了 惊为天人的视觉享受 这个节目将道具的大胆创新 发挥到了极致 道具的设计者 是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 王建民 用他自己的话说 设计这件道具的每一个细节 都让他费尽心机 而设计和制作过程 更是显向还生 困难重重 那么王建民是如何一步步实现突破的呢 你的道具 这个动漫贴 让演员怎么练也不会 让演员把你的新道具 练很长时间才能掌握 这个不是最高最高 这让他呢 不是太难地掌握 但一定表现得非常困难 让他觉得他很惊险 很刺激 前所未有 非常艰难 就南新美的表现达到了极致 但是一定要给演员 创立他完成的条件 这是快速折叠架 这也是三点贡献自锁 这么一个装置 它从撂下到这块 也就两秒钟 一 二 三 结束了 超过贡献自锁 这地方就旋起来 大概六毫米左右 六到七毫米 这时候它就稳定了 道具的基础高度超过了三米 这已经超越了许多 同类杂技节目的高度极限 演员要在道具的顶端 完成杂技动作 而这还只是表演的开始 就是让观众没想到 观众 还有一个就是 观众没想到 还不能让他一次没想到 让他一次 我所说的就是 观众没想到 没想到 还没想到 他以为两个拐子到极限了 没想到还有 没了没又来 没了没 他就不断地突破 他的这个心理预值 观众已经悬着心理了 已经很惊险 他站得站不住 怎么还能又来一个 他能站住 这个观众已经悬着心思了 他想这也就到头了 当演员把最后一对道具拐插完时 高拐的高度加上演员的身高 已经达到了将近九米 当他推开的时候 下边就已经揪着心了 最后人还有一次摆动 摆动每向一个方向摆动 摆动的角度都非常大 演员自己已经没法来进行这种运动关系了 为此 王建民在道具杆中安装了一套 增加摆动的动力装置和保持稳定的锁纸装置 这些隐藏的设计 正是他最为得意的暗技术 其实最让担心的地儿就是这儿 就是这个 它到底是收力多大 电动机 一个电动机 这里电动机是一方面 还有架边有这么大一个特质的一个锁 这个锁一旦要控制失灵 上面的摆动和稳定性就没有了 它站不住 因为它得垂直上上面 重心在上面 它就能稳定 如果这个锁不住的时候 它稍微一蹭 这个东西迅速就往这边偏移 偏移的角度如果差一两度 它的演员这所有动作都来不了 另外它摆动之后 还得回归到稳定的一个中心上 必须得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可靠 这些都是王建民很厉害的地方 你不知道它是学生吗 我最觉得王建民厉害的地方 就是你难不倒他 你只要有想法跟他说 他马上都能给你呈现 耳朵哪些我觉得他能超乎你想象的 在杂技表演中 好的道具设计与演员的表演 要融为一体 天衣无缝 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 要不断接受节目导演和演员 提出的改进意见 曾经有一个软钢丝节目准备参赛 排练过程中 总教练孙丽丽提出 钢丝摆放的位置最好能面朝观众 但是面朝观众的钢丝 同时也会影响观众的视线 这似乎是个无法解决的矛盾 孙丽丽找到王建民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提出了这个要求 我说王公 这个架子能走动吗 能转吗 他说我回去想想 谁都不相信他能设计 他不但设计船 而且超水平地给你 转动当中走 张建康当时看的时候 他能这样设计出来 他惊叉 我的作用呢就是 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 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 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 让他走到一个 这个全新的 未曾相识的 也就使他脱胎 使他前所未有 一件道具设计出来 对王建民来说 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他还要经历 与演员的磨合 和使用过程中的更新换代 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 争吵也会随之而来 他倒计出来以后 我就给他往上添杂技 我站在杂技的角度 他站在倒计的角度 肯定得吵啊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 叫做合理和习惯 我跟你说 你跟他说明白了 他说行 最后一试不行 他说 你说你当时想 这个成果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只能在那明天 他使得好不好使 他共识就像答应你了之后 他使得不好 他使得不败费 咱们过去多少都共识 一点意义 他们一定想到合适 就一想一想 那我给你知道 不是我跟他吵 是演员跟我吵 因为演员对王老师很尊重 就不敢跟他直接说 那只有我这张嘴是 演员说出的话 通过我去说 那肯定是 道具谁来使用呢 是演员使用 演员证明他成功费很大劲 演员要证明他不合理 或者不能用 他轻而一句就能证明 这一顿不好使 你们来证明不行 我来说行 这完了 这个成功概率提供为零 因为我不是 你们是 你们是不行 现在证明不行 这就完了 就是咱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意思 咱们要 我们拿这个时候 大家都有 都会想到他 能适应 尽量适应 用想法 我们现在这个形态 咱们再来说 你去跟他交谈的时候吧 他会给你带来很多 就是那种 那种创作的愉快 就他老有新东西 去吸引你 比如我们那个 绳子就说 哎呀 我把绳子变了 白的 红的 黄的 绿的 粉的 他就是 老有创作艺吧 我把绳子变了 我把绳子变了 有人用一个词形容 这位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 叫做无中生有 就是说他总会冒出一些奇怪的点子 并且能够把它变成精彩的现实 有一次王建民在制作道具的过程中 腿受了伤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手术 他的朋友去病房 看望他时大吃了一惊 一进他的病房 他正在穿着病号服 手里拿着一些铁丝 正在那窝 我就不知道他干嘛 就是编的一个 就是从正面看是飞机 从侧面看又是马三立 这么一个铁丝的东西 让我看得特别神奇 但是这个东西 我当时看完了 我觉得 这是看着是个作品 我当时这东西怎么就在 他脑子里怎么就能形成这东西 王建民不但把自己头脑中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 他还根据工作中的实际需要来发挥他的天才创意 眼前的这件东西 是王建民为团里小学员们练功而制作的压腿器 这是可以横向和纵向压腿的自动化装置 他能够科学地量化压腿的力道 在教小学员使用的过程中 王建民一直在鼓励他们 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善良的传递 我再给你回来点 等会儿 等会儿 那边已经回来了 好了 可以放了吗 自己行啊 你看 你要想一个年轻人进步 或者一个孩子进步 鼓励的作用非常之大 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 我们这个压腿器 这个效果就会很好 所以我在我们团 现在所有对小孩的这种教育方面 我都使劲地跟我们助理 或者跟一些老师强调 你要建立孩子自信 你要让他觉得他行 你千万别伤了他的自信心 你要把他伤了这个自信心 你对他一辈子都是有重大影响 哎呀 十四了 十五了 十五行啊 十五行吗 再来一点 你看这孩子 三十了 这个树记住了 这个树 这个树孩子到时候疼的时候就看这儿 这达到三十就点疼了 是不是啊 你现在疼不疼 真好 这些年轻人几岁了 六四半 六四半啊 嘿 真好 二加二等一几 二加二 二加二等四 四加四等一几 四加四 算一下 四加四了 这回 八八 八对了 好了 这就不再往上说了 八加八就是明天的事了 生活中的王建民 不吸烟 不喝酒 不喝茶 唯一的爱好就是摆弄乐器 通过音乐 他的内心能够暂时地放松下来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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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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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问题 我自己是意识到了 就经常不舒服 经常感觉 哎呀 这是很不得劲 很不得劲 我就赶紧摆脱这个事 走 他演奏的乐器 也是自己的发明 我自己是意识到 这情绪状态把它迅速过去 最好的调剂就是专注 就是你有个事干 你哪管你营造或者策划一时专注 对你来说 都是一个快速通过这种 不愉悦的或者很难受的阶段 这就是个方法和手段 我就有些时候 有意无意地进入这个状态 有些时候还是要营造这个状态 这些外形奇特的乐器 都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材质也都是生活中 极普通的材料 它们与传统民乐器相比 最大的变化 使音域更宽广 音色也更加极致 老相问的根是为什么 我做我的乐器的时候 我就考虑它的震荡源 一道律动 律动就涉及到数字 数字要涉及到它相互的关系 纯粒又是什么状态 12平均率什么状态 12平均率的叫1.059463094 2的12的方根 怎么样带入公式计算 我的乐器是怎么样 我就列了一套方程 计算我那个音质 这样一来呢 你就发现 该琢磨的事非常多 动脑就挤掉那块 那个不舒服的地儿 天赋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你把你的天赋 你通过你的姓氏 通过你认真挖掘 每个人都可能 做出点惊天动力的事 起码让你吓一跳 这幅木马人的话 仿佛就像是 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 王建民的大脑 一匹匹奔驰的骏马 恰如他源源不绝 激情喷涌的创意 而王建民科学理性的思维 就像木马人手中的长鞭 让灵感的火花 不能信马游江 而是要一步步成为现实 在中国由制造大国 向制造强国 转型的时代 创造力和执行力 是重要的基础 希望王建民的故事 能够启发更多人 用智慧与勤劳 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